好,我们现在看第16章的立体2 这个立体告诉我们 有一个坡的坡长是5900个Angus 它是平面坡 它照射在一个宽度 只有0.40mm的狭缝 那么狭缝的后面呢 就放了一个汇聚剂 就是凸透剂 焦距是70厘米 将光线聚集在屏幕上 由绕色图案中心到第一级小 以及从中心到第二级小处 这距离各是若干 那这个是宽度 单狭缝的宽度 0.4mm 那这个从这里到这里 我们的凸透镜没有画出来了 因为这个凸透镜非常接近于这个 Single Slit 所以我们就算 从这里到这里就算是这个 汇聚镜的焦距 那这个呢 就是Diffraction Pattern 这个就是中间的 就是亮纹最中心的地方 这就是第一个技巧 这是四级大 然后再来第二个技巧 那么我们现在要求的就是说 我们知道坡长是多少 狭缝的宽度是多少 这个距离是多少 我们现在要问 当M等于1的时候 Y1是多少 这就是第一个技巧 M等于2的时候 就是第二个技巧 这个宽度 Y2是等于多少 好 做这个问题 我们当然 你现在 首先要求的就是 极小的条件 单狭缝绕色暗闻的条件 就是极小的条件 是这个东西 那现在我们首先看 第一极小就是M等于1 M等于1 那这个事先把这个画一下 A除过来等于sinθ 因为这个角度非常小 我们图示这么画 实际上呢 这个都是以公尺来记 这个都是以毫米来记的 所以这个角度 sinθ就可以近似于tangθ 那么tangθ就是y over f y over r 这个距离是r了 r现在等于f了 我们公式里面是r了 好 那么现在我们看 绕色中心图案到第N个 极小的距离就是y y就等于这个 那现在我们 part a 第一极小就是m等于1 把这个带进去 这个用f带 lemn有了 a有了 带进去 是等于1.033个mm 好 那么 我们看第二个极小 第二个极小 就是m等于2带进去 这个是2.066个mm 这实际上我们可以变成 这就可以写1.03mm 这个写2.07个mm 好 再来我们就要介绍 圆孔绕色 我们前面讲的这个slit 是狭缝啊 它是长条形的 那现在如果这个狭缝啊 是圆形的 好像照相机的镜头 好像我们眼睛的瞳孔 这都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圆形的狭缝 那么当平面坡经过圆形的狭缝的时候啊 它也会产生绕色现象 也会产生绕色现象 那么比如说这是圆孔 它就不是长条状的 圆孔 那么在后面呢 就会也会产生这样一个 diffraction pattern 那这个pattern你可以把它当做 这个pattern它不是一个平面的 它不是一个长条形的 你现在可以以这个为轴 绕360度 它是这样子的 中间这个是强度非常强 然后有暗纹 然后呢 当这外面又有一圈黑亮的 那么 当这个霞凤的绕色图案 设在屏幕上的时候 我们所看到的图像就是像这样子 像这样子 当中这个亮亮的就是这个intensity intensity它这个不太好 它应该是从这里稍微的就是慢慢的到这里 强度稍微减弱 到这个地方呢就是第一个暗纹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刺激大 这个刺激大没这么亮啊 这个图是妈妈糊糊糊的 这个图像是妈妈糊糊的 这个图像是妈妈糊糊的 都在这个范图里头 这个intensity非常非常小 只有百分之几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亮点很亮 旁边都很暗 这个几乎都看不到 这个亮纹都看不到 于是我们就觉得有一个亮点 觉得有一个亮点 觉得有一个亮点 所以圆孔绕色 那我们看到呢 就是一个亮点 亮点 那么一个直径为A的圆孔 它的第一个暗圈的条件 我们可以证明是这个 如果是狭凤的话 我们说它们的第一个暗圈的条件是什么 是A sin theta m等于1 就是A sin theta lamina 那么狭凤的话 就是sin theta lamina over a 这个就是这个角度 这个就是这个角度 狭凤的角度 但是圆孔呢 我们不去证明 就是说我们 发现它这里应该是1.22 不是1 是1.22 2.22 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暗圈的条件 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暗圈的条件 好 那么如果有两个点 我们要看两个点 那么两个点都是在我们的 颜角墨上面 产生这个difflection pattern 或者是说 这个就是圆孔 那么这是屏幕 屏幕上看到也是两个difflection pattern 这样子重叠在一起 它不是完全的重叠 那么重叠在一起的时候 如果这个角度太小 你就看不到两个峰 因为这个时候两个坡重叠的话 它要扶重叠远里 两个正斧加起来 那么它太近你就看不到 越远的话 这个角度越大 你越看得清楚 或者是说 你这个difflection pattern 越瘦 长得越瘦 你越能看得到 当我们看远处的两个点状物体的时候 这两个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影像 是两组绕色图案 就像这个样子 好 现在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两组绕色图案 这个是照片 这个是它的绕色图案 这个距离蛮大的 所以呢 你看到这两个圈 这个圆 跟这个圆 重叠一点点 比较近一点 我们看得到清楚两个圆 那这个呢 两个pattern就比较近一点了 比较近一点 这个圈 跟这个圈 重叠的 重叠的就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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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还满满乎乎 可以看到好像是两个 不是一个 再近一点呢 那它的 用重叠原理画出来 重叠就变成这样子 这样子的话就变成这样子 你看起来就是一点 就看不见了 好 那么我们现在要问 这两组defraction pattern 要多近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看得到 好 现在我们 这就是 我们看 这个绝对看得到 这个 慢慢乎乎算看得到 这个就看不到了 那么 这就 这个 两组绕色图案的组吉他 彼此分离得很明显 像这个很明显 很容易分辨 有两个亮点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说 这可以判别 可以鉴别 可以鉴别 两个物体 好 当两个物体靠近到 勉强可以分辨的程度 就像这个样子 勉强 再近就分不清楚了 再远就更清楚 那么 这个 是什么样的一个条件呢 我们等等 另一张图片 就会告诉我们 好 这两个物体靠近到 不可分辨的程度 就是这个 OK 好 那现在我们说 这个 两个 绕色 组吉他 先要靠近到 什么程度 才刚好可以 看到 可以可知 鉴别两个点状物体呢 那么 根据一个 科学家 Reilly release 他的一个研究 他发现 有这么一个范围 有这么一个标准 叫release criteria 在这个标准下可以看到 如果没有满足这个标准 就看不到 那么这个标准是什么 就是其中一个组极大的位置 与另一个绕色图案中 第一个极小位置重叠的时候 这个画得还是不太好 就是说你要看得清楚的话 就是这个组极大 这是两组了 这一组 这一组 这个组极大 要在这一组的第一个极小的地方 像这个就看不到 你如果这个是在这个位置上面 就勉强可以看到 好 现在我们假设 这个是两个点 经过瞳孔 它不是产生两组的绕色图案吗 对不对 这每一个 每一个图 每一个点 点光源 经过这个瞳孔 所产生的这个 它的图案就是这样的图案 我们前面讲过 这个角叫做theta角 好 那么 我们说两个图案能够看得到 那就是另外一个图案 它的极大在这里 主吉他在这里 主吉他呢 那这个就像这个 如果它是在这里的话 那就是 relate criteria 那它正好在它的 第一个极小 于是这个角度 就是刚刚好可以看得到的角度 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 我们就称它叫做theta r就是代表 relate的意思 就是relate criteria 这个条件下的这个角度 好 那勉强可以看到这个角度 是relate criteria 那么我们把它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三theta就是三theta 因为这个角很小很小 所以这个函数值 就等于这个角的弧度值 就等于这个 所以这个就是relate criteria 就是两个 我们看的是这个极大 在这个极小的上面 这个极大在它这个极小的上面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角度 其实就是 这两个点 状物体 对这一点所分开的角度 这个theta就是theta r 刚刚好可以看到 好 那么theta r呢 就是在relate criteria之下 这个theta 这个圆 成为圆孔 或者是光学仪器的鉴别率 那么这个值 越小越好 就是说你这个 越小还看得到 看得到的情况之下 它越小 越好 越小就代表这两个距离越近 所以你能够看到这个距离就越小 就鉴别这两点的物体的距离就越小 好 那么这个要越小越好 那么我们看这边的值 1.22是常数了 那你要 条件都一样 这个都一样的时候 A都一样的时候 你要让这个theta r越小 那你就改变什么 波长 对不对 如果是要用眼睛看的光学仪器 那你这个波长一定是可见光 一定是可见光 所以这个就偏于紫光的这个附近 如果你不要眼睛看 你可以用紫外光 当然它这个时候就是照片 照片还是可以感光 还有就是 如果laminus一定 我们用一定波长的光来看 你要使这个越小的话 那A要越大越好 A就是这个圆孔的直径越大越好 这又成为孔镜 在照相机来讲 就是照相机的这个孔镜是多大 比如说我们这个照相机 单眼照相机 那个镜头好大 它里头的孔镜很大很大 那么照起东西来很清楚 所以它价钱很贵 因为这个镜头不好做 另外一种比较便宜的像傻瓜照相机 它整个镜头就像一个绿豆那么大 那因此这个A就很小了 这个A很小 这个θR就很大了 因为那个好做 所以便宜 但是便宜没好货 你用傻瓜照相机 你说照一个远处的人 你可以认识他是谁 但是你要细部去看他 尤其看他的头发的话 那是看不清楚的 但是单眼照相机呢 照起来就看得很清楚 他头发几乎一根一根都能够看到 那这个就是说 破产一定的时候 那么鉴别率 这越 这个 越小越好 那就是你的镜头要越大越好 所以我们这个光学仪器 当然是讲究这个镜头 但是最后 还是要经过我们眼睛 对不对 我们眼睛的这个 这个瞳孔 那大家都差不多大 不过我们眼睛的见别率 还是差很多 还是差很多 那因为眼睛变形的关系 就是说这个距离会改变 这个差不多大 但是你这个距离改变了 那么我们人的见别率 实在差得非常多 像我们现在在台湾 每一个小孩子 都戴眼镜 都是四眼填寂 那这个视力大概都是零点几 但是小孩子 刚生下来不久 如果生下来 还是小孩子还没念书 还没看过电视的 他的这个 我们说我们是零点几视力 他是可以到三 到四 那好的人像这个 日本有个电台做过一个实验 在蒙古 或者什么地方 找到一些人 那么他的实力可以到达七 或者是八 就是好远好远的地方 在羊群里面 我们看上去都是 都看不清楚了 他可以看到里面 有一个 有一只羊是有斑点的 这个还不奇怪 那么 在我小时候看他报纸报导 说瑞典 有一个妇人 她的眼睛 那 间别率啊 大的惊人 她可以 她的小孩子 她的儿子 距离她一公里以外 一公里以外 那我们一公里以外的人 我们看起来更不晓得她是谁 看都看不到 她能够看到她的五官 她的鼻子眼睛耳朵 什么看得清清楚楚 不但如此啊 她还可以怎么呢 肉眼看到土星的卫星呢 这个是不可思议 对不对 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 不晓得是怎么回事 这是报纸上看到的 看到的 不过像这样好的间别率啊 你在天文上来看很好 你用来看天文很好 你不用望远镜就可以看到 但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啊 实在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而且会造成 有一些 不方便 比如说我们人啊 你看我们看人的时候 总是脸呢 看上去啊 看得不太清楚 就是看到这个细皮嫩肉的 这个皮肤长得很好 可是她来看的话就不是啊 她就看到你这个 这个脸上好多毛孔 可能毛孔里头 还有什么细菌之类的 那就不太好了 对不对 所以说 任何一个事物啊 它有好处的地方啊 它就有缺点啊 好 现在我们看 脸皮肌三 一辆使劲的汽车 一辆汽车 要使劲 要开到你的旁边来 它两个车头相距是1.5公尺 就是 当它距离你多远的距离以外 你还可以看出这个是 有两个车灯 假设计 假设瞳孔的直径 是5个mm Limina是5500个Angustron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 车灯 瞳孔 它所形成的Difflection Pattern 这个极大在这个极小的地方 这个极大在这个极小的地方 那这个就是Relay Criteria 那这个就是 从瞳孔到这个人的距 车灯的距离 那么我们就戴这个式子 戴这个式子 就ThetaR 它要等于1.227a 这个是鉴别率 然后从这个图上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ThetaR 因为这个很长 我们画是画这么短 这个很短 这可以当作一个圆弧 所以Tangent ThetaR 就是ThetaX 我们就说圆弧的话 那就是X等于Y乘ThetaR 所以ThetaR就是X over Y 那我们现在就用这个等式 来算Y X 车灯距离 A A是5mm 1.2Lamina是这么大 算出来它就是 这个多少 就是1万多公尺 那么就相当于 11公里 以外 在11公里以外 我们开 这个车子在距离我们 11公里外 我们可以看到它 它两个车灯 分别出两个车灯 好前面我们 所看的就是 双峡峰绕色 单峡峰绕色 一个峡峰 那么双峡峰呢 我们在15章讲过 双峡峰干涉 我们是把那个 双峡峰的 这个 当作理想的峡峰 就是很小很小 很小很小 实际上这个峡峰啊 不微小到非常小 它这个 就跟单峡峰 这个宽度 差不多 于是 双峡峰的每一个峡峰 当光线经过它的时候 它都会产生 每一个峡峰都会产生 Difflection pattern 都会产生这个 然后因为两个峡峰非常靠近 所以两组 Difflection pattern 就重叠在一起 就是像这样子 好 那么 如果我们在以前讲的是 单峡峰 双峡峰干涉 就是把这个 A 它这个 峡峰的A 看成非常小的话 我们前面不是说过吗 当峡峰A非常小的时候 它这个角度 又是sinθ 等于 它本来是 它的极小是A sinθ等于mlemna 我们现在看它第一极 m等于1 所以sinθ 就等于lemna over A 那sinθ 又慢慢呼等于θ 或者我们就用sinθ lemna over A 当这个A非常小的时候 就是A也不能太小 A不能比lemna更小 因为sinθ不会大于1 但A趋近于lemna的时候 那sinθ幾乎是1了 1的话就是这个角度是90度 那你看过去这个 从这里到这里 这个荧幕上面 它不是从这里到这里 它从左边好远的地方 到右边好远的地方 就是 它就是这么宽 然后它的干涉图案 就是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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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西纹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子 它这个A不会小到这个程度 于是它还是形成一个 diffraction pattern 然后呢 双峡峰干涉的条纹 就压在这个地方 两组呢 疊在一起 零的地方就是零了 然后这个亮纹 你看 这个亮纹 这个当中就变成这样子 就是说这个最亮了 那这个其次了 到这里就是暗纹 然后第一个计想 变成这样子 这是双峡峰绕色 所以双峡峰绕色 我们在前面只是画出这个轮廓 这个东西 但事实上呢 它每 它每一个峡峰 轮廓是这个 两个轮廓重叠还是这个 但是双峡峰它的 干涉图案还是有 那重叠在一起呢 这个跟这个 重叠在一起 当然这个角度没那么大 就变成这样子 OK 理想的双峡峰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理想的双峡峰 A A等于亮纹 就是θ 几乎 等于 这两个差不多 就是说这个A 趋近于亮纹 那3C 那就是等于1了 对不对 就是像这个样子的 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解释过 好 现在就是看这个图 这个就是我们讲双峡峰绕色 不考虑它双峡峰的干涉 就是这样子 当中最亮的地方 就是刺 第一个刺激大 第二个刺激大 但是它双峡峰 产生干涉的时候 它有这个干涉条纹 看到没有 所以这个当中还是一条一条一条 这里也是一条一条 这里也是一条一条 当然这个呢 不是很准 这个是画出来的 这个是双峡峰绕色图案 这个是单峡峰绕色图案 好 那现在我们就把双峡峰干涉强度 这个数学式子 这个数学式子 受绕色强度修饰后 它的数学式子可以写成这样子 你看我们以前讲 单峡峰峰 双峡峰绕色的时候 它是I 它有个maximum 这个我们叫做interference 那时候就是说 这是干涉的最大的一个强度 乘上cos β cos 平方 β 这是单峡峰 后来我们讲到双峡峰绕舍 它的强度是什么 I 这是defraction 由双峡峰绕舍产生的最大的强度 后面是什么 是这个 3c到r over r 平方 现在两个都有 你看它又有单峡峰的绕舍图案 又有双峡峰的干舍图案 这两个合并在一起 这个intensity反正就是最强的intensity 是这样子的 那当然这个β就是指的这个 我们以前讲过 这个要稍微记一下 那么绕舍图案里头的alpha是等于这个值 从这个里头我们可以看出来一件事情 你看当双峡峰绕舍 里头的峡峰非常非常小的时候 峡峰宽度非常小 峡峰宽度非常小 那就表示这个alpha 区域0 对不对 alpha 区域0 alpha 区域0的话呢 那这个区域0 3 alpha 也区域0 那这就变成1了 这不是0 区域0的话也是alpha 所以这个就变成1了 好 这个变成1的话呢 那整个的强度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这是什么强度啊 双峡峰干涉的强度 好 其实我们看 如果双峡峰里面 两个峡峰的这个距离啊 比alemina小很多的时候 那么我们从它的这个 beta等于这个值来看 当d远小于alemina的时候 那beta不是区域0吗 对不对 也很小很小啊 那么cos 贝塔就区域1啊 那cos 平方 贝塔也就是1了 那这个是1 那么I就是等于 I maximum psi alpha over alpha 区域5平方 这就是什么 单下方绕色的强度 所以这 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值是正确的 可以两个效应都在一起的话 我们可以这样子 这样子做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 这个是双峡峰 绕色 双峡峰 绕色间干涉图案都考虑进去 它的强度是这个 beta等于这个 我们刚刚讲过了 alpha是这个 对不对 好 那么 a sin theta 等于lambna m等于1 就是表示 theta是绕色图案里面 主极大的角宽度 第一个极大的角宽度 然后再看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单峡峰 双峡峰干涉的这个 量纹的条件 量纹的条件 那m就是 就是 就是 小宽度 为theta 范围内的 干涉量纹数 m等于 中间有一个是0 然后 m等于1 m等于2 m等于3 这样上去 量纹 它是 m等于3 那就表示说 从这个量纹到中间里头 有这么多条量纹 所以当狭峰的宽度 a 保持一定的时候 a保持一定就是这个 你看 我们现在要看吧 a保持一定 那就是这个宽度 保持一定了 这个保持一定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如果把低变小 低变小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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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表示什么 这个低变小 就表示 两组干涉量纹的距离 这低变大 就是距离变小 低变小的话 就是量纹的距离变大 你两个狭峰距离越小 那它这一组的干涉条纹 它跟旁边这个距离就 你越小它越大 低越大 它这个就越小 你看 如果低变大了 那这个距离就变小了 那不是这个宽度里面的条纹数目 就多了吗 对不对 如果低变小 那宽度变大 这个还是保持一定了 那这个条纹就变少了 再来我们就看 当两个狭峰之间的距离 低保持一定的时候 低保持一定就是这个距离 都保持一定了 那你现在变动A 单狭峰的宽度 单狭峰的宽度越大 这个距离就越小 A越小 这个距离就越大 所以 这个距离一定 这个 这个条纹间的距离一定 A变大 就是这个变小 这个变小的话就是 涵盖的这个条纹数就少了 对不对 那么 A越小的话 这个越大 那么涵盖的条纹数就越多 这个 我们 看这两个关系是这样子 再来我们就看 绕色阻击大范围内的干涉量纹数 M跟狭峰宽度A 其二狭峰的距离低 它的关系可以导出来是这样子 意思就是说 这是单狭峰绕色 阻击大 主击大 M等于1 好 这个是双峡峰干涉 那么在主击大的这个 这个θ范围里头 你这个M是多大 M是多少 就是几条干涉量纹 所以我们两个设置 这两个设置除一除 就得D over A 要等于M 所以 你知道 两条量纹的宽度 距离 两个量纹的距离 跟每一条量纹的宽度 两个狭峰的距离 跟每一个狭峰的宽度 那你可以知道 这个 绕色图案 主击大纹里头 有几条干涉量纹 M 好 现在我们看这个题目 在双峡峰干涉实验中 光源的波长 Lamna是这个 双峡峰干涉 二峡峰的距离 D是这么多 各峡峰的宽度 A是这么大 将两个狭峰干涉 与单狭峰绕色 戒列入考虑的时候 现在要计算 在绕色主击大范围内 有几条干涉量纹 在主击大两侧的两侧 第一次击大肩 就是主击大 两侧有个次击大 对不对 好 两个主击大 两侧的两个 第一个击大肩 范围内 各有几条量纹 好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 这是Lamna 这是单峡峰的宽度 双峡峰的距离 绕色第一阻极大的半宽度 就是第一极小的宽度 这是M等于1 就是用这个算了 好 在这个角度 为θ1的时候 它的干涉量纹是这么多 两个式子一除 我们就得 就是刚刚这个 这个不要去背它 你记得这个道理 我们可以导出来 OK 4.8 好 所以说 在绕色主击大范围内 干涉量纹的极数M 既有下列各支 这是M 最大是这么多 那它0就是中间这个 然后正1负1 0两行的 正2负2 正3负3 正4负4 点8我们就 就是第五条 你看不见 所以呢 它的M 是这个 所以在这个 主击大的范围里头 它总共有几条呢 有9条 0 旁边各有4条 所以各有9条 就是共有9条 那么它的图就是这样子 这是0 这个是第一级小 你看到 第一级小 但另外一半没有画出来了 其实这里还有一半 好 那么这是1234 这是0 0的地方 你如果这一半也画出来呢 它也有1234 当中就是5 那就是9条 9条 那么绕色图案 第二级小的位置是什么呢 就是用这个 M等于2 在2霞凤 干涉量纹 在这个处 在θ2处 这是漏到一个字 两个霞凤 干涉量纹 就是这个 好 以上相除 我们就得 D是等于9.6条 那就是9条 M 第二级小的位置 第二级小的位置 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就是从0 到第二级小 这个到第二级小 那它现在呢 就是 就是说 这个是 这个是第二级小 我们把它 放大放上去 这个放到这里来 OK 那么 1234 这原来就有的 对不对 第五条看不见了 第五条就被这个 这个 强度 这个emvelope的强度 把它变成0了 然后 6 7 8 第九条呢 也看不见了 看不见了 OK 所以 从0到9 共有10条 共有10条 其中0到4 0到4 这是5条 5条 在第一次极大范围内 5条在这里 4条 就落在这个地方 好 我们再看一个例题 有一个 双霞凤 其中一个霞凤呢 叫另外一个霞凤 宽 两个霞凤 宽都不一样 以至于 从一个霞凤 照射到屏幕上的光 正伏为另外一个霞凤 单独照射时候的两倍 求θ出二霞凤的干涉强度 以θ表示者 比如说 一个霞凤的强度 就用它的宽度来表 因为 我们知道 在这个宽度里面 你把它 有一个当作是 五个点光源 那另外一个 就是十个点光源 五个点光源 那么在屏幕上 产生的强度 当然是这个了 十个就是两倍了 但是这两个呢 不同像 不同像 所以合成以后就变成这样子 eθ 那eθ等于什么呢 我们就说余旋定义 这个平方 加这个平方 减到两倍的 这两个相乘 cos π-delta 然后 就等于eθ平方 对不对 eθ平方就等于这样 cos 就是负cos 它是负cos 负的两倍的这个 cos delta θ 这应该是加的 这应该是加 因为 这就是π-θ的话 才是用减的 这个应该是变成加的 加的话呢 那这个就是五倍了 再加上四倍 OK 这个写错了 这是减的 那么 iθ over i0 iθ就是这个平方 i0就是10的平方 的比值 那么我们求iθ 它就是i0 乘上这个比值 这个比值就是 5加4个cos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么平方 那么它就等于i0 5加上4倍的cos 那么delta呢 就是两个辖峰之间的 相差 两个辖峰之间的 相差等于 2π of lamina的 光层差 我说过这个要记的 cos delta就是等于这个 所以iθ 就等于这个 我们再看一个 例题 我们用白色的光 照射一个单辖峰 白色的光就是 什么颜色都有了 如果颇长是 650个nanometer的 红光 它的第一个极小 位于15度的地方 求霞峰的宽度A 我们先看这个字 就是霞峰 不知道A是多少 颇长是这么大 它现在 我们发现这个红色的光 650个nanometer 它第一个极小呢 第一个极小 这就是第一个红色的光 第一个极小是15度 15度 OK 那我们要求宽度A 那我们要求宽度A 那很好做啊 我们就用这个 绕色的 暗纹条件 M等于1的时候 那A就等于 这个字 是2.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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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说 另外一个波长 为Lamina Prime的光 它第一次极大的位置 就在 Zeta等于15度 另外一个 Lamina Prime 就是前面一个 它第一个极小 第一个极小 就在15度 好 现在另外又有一个 宽光Lamina Prime 它第一个极大 就是正好它压在它的这个 这个上面 第一个极大 这个图不太准 我们看下面一个图 好 这个是主极大 这个是第一个极大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波长 好 那么 我们用 绕色的这个 暗文的条件 我们用这个Alpha好了 Alpha等于这个 这个是Alpha 这个是Alpha等于π角 这个是Alpha等于2分之π角 这第一次极大 这个地方是 Alpha等于2分之3π 好 我们就看这个 现在它第一次极大 在哪里啊 2分之3π啊 这个 这个Alpha是在2分之3π啊 于是我们从这两个等式啊 你就可以得到 A3θ等于1.5个Lamina prime 于是我们就可以算出 这个Lamina prime出来 Lamina prime出来 你把这个值都带进去 就430个Nanometer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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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